今天为您分享的是 坚持六点起床一年 我顿悟了早起改变人生的秘密 那些长期坚持六点就起床的人 后来怎么样了 网上有人答 一开始很痛苦根本起不来 但慢慢习惯之后发现真香 原来早起一小时可以做这么多事 不仅精神状态比以前好 连工作效率都翻倍 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曾国藩曾说 做人从早起开始 早起不仅是一种习惯 更体现了一个人对生活的把控和人生态度 一早起和不早起人生有什么不同 早起和不早起人生会有什么变化呢 知名作家达蒙扎哈里亚德斯 在《清晨高效能》一书中 记录过自己的一段经历 有一阵子他刚辞去工作 每天都是十点之后才起床 起床后上网浏览信息 刷新闻 看博客 把各个网站逛一遍 才放下手机去吃早餐 饭后如果有急事需要处理 就十一点出门 如果没什么事 就在家里待到下午一点 他无所事事 不知道该做什么 整天都郁郁寡欢 一度变得很焦虑 网上有段话说 不能管理时间 便什么也不能管理 时间是世界上最短缺的资源 不严加管理 你就会一事无成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达蒙决定早起 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 起床后喝杯咖啡 就开始复盘之前工作的内容 然后又一个多小时 来阅读和写作 坚持一段时间后 他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 慢慢恢复了 有了要做的事 起床后便不再迷茫 作息规律了 每天都感觉活力满满 亚历史多德曾说 在天亮之前起床是个好习惯 这将有助于你的健康财富和智慧 早起和不早起 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晚起一小时 是可以带来短暂的满足 但懒觉后 留给自己的时间 却非常有限 很多时候 连早餐都来不及吃 就要着急出门上班 等赶到工位坐下来 整个人都筋疲力尽 早起一小时 可以更从容地支配时间 比如有条不紊的洗漱 吃早餐 送孩子上学 做完这些事后 还有闲暇留给自己 让自己享受些许难得的 独处时光 自律人生的行程 从早起开始 当早起成为一种习惯 我们对生活 就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第二 投资早晨 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听过这样一句话 能驯服早晨的人 必能驯服人生 一日之际在余晨 早晨是投资自己 最好的时间 当你自律自控 才能又萨又爽的作者 凉爽 就是通过早起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一盏台灯 一台电脑 一杯水 每天早上五点左右起床 这个习惯 他坚持了十几年 每个阶段的早起 都帮了他大忙 大学时期 他的英语很差 考四级的时候 全班就他一个人没考过 为了背英语 他开始早起 几年下来 他把新概念英语三 背得滚瓜烂熟 顺利通过了考试 工作之初 他早起看专业书籍 和职场书籍 很快就适应了工作环境 掌握了工作技巧 工作熟练后 他早起开始看 自己喜欢的书 慢慢走上了写作之路 他说 毕业至今 不管工作换了几份 朋友换了几波 从南方搬到北方 从单身变成已婚 从业余写作到出书 一直陪伴我的 都是早起 觉醒年代中 有一句话说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 只有自律的人 才能够脱颖而出 成就大事 早起 就是成年人 最低成本的自律 早晨起床后的 两到三个小时 被称为 大脑的黄金时间 利用好这个时间 你的生活 将会发生 质的飞跃 比如 想学习一门新技能 或考专业证书 却总觉得 抽不出时间看书 那就可以用 早起的时间 来读书做题 为考试做准备 投资学习 你可以收获知识 提高认知 增长本领 比如 有的人因熬夜晚起 没有吃早餐的习惯 那就可以用早起的时间 好好吃一顿早餐 投资健康 你可以拥有强健的身体 得到最有力的支撑 比如 有的人想培养新爱好 丰富业余生活 那就可以用早起的时间 插花 烘焙 绘画 手工 投资爱好 你可以风迎精神世界 成就不凡的自己 时间最大的价值就是 你怎么利用它 它就怎么回报你 聪明的人 早就戒掉了懒教 学会了早起 用早起后的黄金时间 为自己赋能 第三 神奇早起计划 改变你的人生 对很多人来说 早起是一件 特别困难的事情 尽管临睡前 订好闹钟 也无数遍提醒自己 一定要早起 然而到了第二天 闹钟想起时 该按掉还是按掉 警醒的话 也早被 抛到九霄云外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有效帮助自己 早起呢 早起的奇迹 这本书的作者 也曾像大多数 无法早起的人一样 对床有极深的依赖感 每天早上 他都睡到日晒三干 才起身 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 他开始早起并晨跑 从最初的起步来 到后面把早起成为习惯 期间他顿悟总结出一套 可以有效早起的方法 以下这三个步骤 可供大家参考 第一步 睡前暗示 这是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早晨的第一个想法 往往也是前一天 睡觉前的最后一个想法 所以在入睡前 可以进行一些 积极的心理暗示 比如要早起给自己或家人 做一顿丰盛的早餐 送孩子上学 整理家务 为今天出门做准备等等 有了目标 人就会有动力 第二步 放远闹钟 把闹钟转移到 离床边最远的位置 可以强迫自己从床上爬起来 进入运动状态 运动产生能量 离开被窝时 身体自然就清醒了 第三步 直接刷牙 离开被窝后 还是想继续睡的话 就马上去刷牙洗漱 挤牙膏刷牙 用冷水或热水洗脸 这些简单的动作 能够激励你的起床意识 成功起床后 要做些什么 才能让自己迅速进入状态呢 一 做些简单的放松运动 比如伸展一下四肢 做早操 或者静坐冥想十来分钟 这样可以舒展身体 驱散睡意的同时 也能够唤醒活力 二 记录下来当天的任务清单 把一天中要做的事情写下来 并根据紧急程度 安排清楚 这样行动起来就有章可循 避免手忙脚乱和遗漏 同时呢 也能够保证 自己没有荒废掉大好时光 三 出门锻炼 散散步 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感受大自然 运动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增加能量消耗 既能提升精神状态 也能提高工作效率 以上这些方法 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若想达到最佳效果 还需要循序渐进 长期坚持 毕竟万事欲速则不达 自律的人生 都是长期主义的结果 有人说 上天给每个人的一天 都是24小时 但给这24小时 赋予价值的是自己 我们无法改变时间的长度 却可以拓展时间的宽度 每天早起一点 自律一点 坚持一点 长此以往 人生会大有不同 愿你早日养成早起的习惯 过好每一天 为自己的人生赋能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